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防改革 国建国造 还有海坤号的下水 永英号的交集 代表他守护国家的决心 可是问题是海坤跟永英 其实都是在马英九任内就已经启动了 但是现在蔡英文讲起来 好像全部都是他 所有的功劳都在他的手上 再来我们另外看一下 蔡英文没当总统之前就找了黄曙光 这是郭喜讲的 她说蔡英文准备2016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要起草国防的政策了 虽然那时候已经有潜见国造的想法 但是还是找上了 时任海军副司令的黄曙光 认为黄曙光在潜见国造 黄认为说潜见国造是国家大事 没有蓝绿 所以她就答应了帮蔡英文来起草 那黄曙光是谁呢 就是当时2016年 蔡英文就是推荐黄珊珊选港湖立委 黄珊珊就是黄曙光的妹妹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呢 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的疑点到现在 都还是没有说清楚 比方说现在就有不具名的 不愿具名 她不是只是不具名 她很怕具名了会被查 她讲说 现在到底是哪一家厂商得标 把这个资料给中国大使馆的呢 这个黄曙光都没有说清楚 是不是应该要出来把这件事情 首先要先厘清 那还有这几天我们都在质疑的 比方说像邱国正讲 这个郭喜做得太过分 才被停掉顾问之职 那这个不用查吗 是什么样的事情叫做太过分呢 那郭喜讲140亿都是我们的 这个也可以说 他是碰轰就不查了吗 那还有我们看到 这个黄真辉建造 他就讲说 GLSI所有人的资历都造假 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应该 要有一个说法呢 还是说现在这个感觉上面 这件事情就是铁了心 要护这个GL到底呢 那我们看看台船 现在的讲法 他说潜见国造 是光怪陆离的鬼故事 那台船的反击 说成立48天的GL 其实是有通过检验的 因为大家都在质疑 说这个GL感觉上面 就很像超司 怎么会48天就可以拿得到 这样的一个 潜见这么大的案子呢 那这个台船的声明稿讲说 潜见国造的过程 都是依法办理的 而且呢 评选过程当中 仅有5家厂商投标 那A厂商的报价较高 而且没有输出许可 但是呢 GL是有提供这个输出许可 最后才由这个GL来获得合约 绝对经得起考验 正式操作的抹黑 还可以适可而止 可是让大家听得更怪 5家厂商就只有GL符合规定 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定 这么严格 还是量身打造的规定呢 那开标的文件 难道没有写清楚吗 早是5家厂商通通都没有准备好 自己的这个条件 就来竞标 这不是也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吗 那再来现在看到潜见背后 难道又有新潮流的身影 郑文龙他是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 由林泉来清定接掌台船 而且呢 他到台船之后才一个月的时间 就争取这个潜见的研发招标 那我们看台船风暴 在2020年就有这样的报导 7000亿的局长 就是郑文龙的绰号 7000亿局长 那他的最大增计是花了15年 来挖通血税 2008年的时候 受到扁政府邀请来接掌台船 然后呢 就是由陈水扁来延揽 接任了台船董事长 结果把台船搞得大亏120亿 一直到了2016年 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 郑文龙再次又回归到了台船 所以外界质疑说 这个郑文龙是陈菊力挺的花妈人马 那是不是你没有相关背景 就用空降的方式呢 因为现在被传出来 就是他其实是念土木 而且当时是担任陈菊的副市长 一个念土木的副市长去接造船厂 说仇庸也不为过 他自己这样子讲 但是台船待久了 造船就变成了我的第二专长 就不是仇庸了 那以后我们去应征所有工作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子讲 我这个待久了 就可以变成我的专长了 大家通通都可以学着 用这一句话来找工作 或者是任何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你通通都可以说 久了我就专业了嘛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讲法 那我们看看这个高雄帮呢 在2016年的时候也有讲到说 这个经济部旗下 六家转投资的事业里面 至今换了两位 那台船董事长郑文龙 跟台延董事长陈启玉 而且这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 这么巧都是高雄市的前副市长 而且都是陈菊的子弟兵 所以新潮流就是厉害 哪怕没有专业 你照样也可以去云豹 没有专业也可以去台船 我们来先问一下上工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浅见的事情 我觉得浅见 当然你增加国力 我都没有意见 当然你浅见花这么多钱 大家都希望成功 但是现阶段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泄密说是黄曙光说出来了 黄曙光是浅见小组召集的 又说中国大使馆的事情等等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最高检发高检去查泄密案 但是整个采购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问题 他又是另外一件事 泄密跟采购的问题 黄征辉的说法 黄征辉是看过 马文君手上资料的人 所以他讲话 我相信有一定的资料来源 有一定的可信度 你整个的延伸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的浅见 蒙上的是泄密跟采购的问题 采购的问题 当然GL公司 GL公司跟SI公司扯来扯去 2021年的时候 黄曙光曾经说过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说过GL是郭席引进来的 你现在回过头来 邱国正 郭席做得太过分 那里面到底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总要理清一下 这不是挺不挺 GL公司的事情 而且 当然你现在招标文件里面 有没有确实写到输出许可 如果你确实有写到输出许可的话 其他四家拿不到 他来跟你标什么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是希望说 第一个泄密固然要查 但是采购的问题 当然也要查 为什么当时包括黄曙光 你拿到的一些设计图 去跟小英报告的时候 最后证实都没有拿到 那个 核可 都没有拿到核可 那中间过程当中 这一些并没有拿到 一些核可的设计图 到底怎么来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黄曙光应该不是笨蛋吧 会被骗吧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泄密 黄曙光说有交中国大使馆 我觉得该查就查 那采购的问题总不能不吭声吧 你采购的问题 有这么多被质疑的地方 甚至于怎么会有我们的韩国的 怎么会有韩国的厂商 可以跟我们的台船里面的人 直接去讲建隆的延售案 这个案子 预算跟时辰都还没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疑点 我是希望说 既然我们要做前建 希望它成功 而且是干干净净的做出来 而不是到最后变成说 我们是不是因为 有技术上面去取得别人 别国违法的技术等等的问题 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军武发展 包括前建是要靠很多国家帮忙 如果发生过这种非法的手段的话 我觉得对国家未来发展 我们的军武都是很严重的伤害 我觉得都要尝清楚 好 请教淑慧 潜见这件事情 潜见国造大家一直都有一些质疑 这个质疑不是说要去党民进党 或是说不要加强台湾的防卫力 不是 而是说你潜见国造的技术 第一个 潜见安全很重要 你下的去上的来 这还不一定有战力 你起码要保障我们国军海军弟兄的安全吧 它可是潜到海底的 并不是浮在水面上 军舰跟潜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潜在海底以后 那它的安全性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作战能力 你照了一张潜得下去的军舰 那它的作战能力战力如何 大家都知道说一艘潜见的金额 是上百 数百亿的 那这样一直盖下去 这才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说 你头洗下去 你后面是不是能够真的让它成军 而且是安全有战力的 那现在才到一半而已 海昆才刚下水 就已经有传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疑问 有的是由黄曙光自己冒出来的 有的邱国正讲法又跟他不一样 然后又跑出一个郭喜 郭喜每一天在上政论 在那边讲七讲八的 其实我都很担心小新的安危 我最近还在想 为什么 大家知道军火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利益 当时发拉法业案 就有一个命案就发生了 那郭喜看起来又有一点凶悍的样子 然后又一直在就口出威胁 什么我一定让你坐牢 怎样怎样有的没有的 那像这种的情况底下 其实对于说爆料的这个许晓星来说 我是为他的安全是有一点疑慮 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说 军方有更多深喉咙 可以愿意提供 把这些资料给爆料出来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当这个争议出来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怎么跟立委说 他说这个是厂商之间的内斗 我就非常质疑 你怎么知道是厂商之间的内斗 第一个你调查过了吗 或者是其中有个厂商跟你特别熟 然后跟你讲说 放心这是人家在逗我 问题是你不应该要知道这一些的 你不应该要听信一面之词的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讲到GL 大家知不知道GL当时得标的是叫设计标 设计标 他得标以后 去年约满他们这些技术程度已经离台了 所以未来如果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后续是不是还能找到原班人马来 如果像黄振辉说的 所有人的资历都造假 那他去年已经离开台湾了 约满离开台湾 未来如果发生状况的话 包括要侦查 检查要侦查 是不是这些人还有办法把他们约含回来台湾来作证 我是打一个问号 然后他得的是设计标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之前黄曙光说 有没有得标的厂商去泄密 我告诉大家 没有得标的厂商 他就无从泄露你国防部的机密 或海军的机密 为什么 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招标这个标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设计潜见 所以我们要找有技术的人 有经验来帮我们做这个设计案 来协助我们做这个设计案 所以各位设计的技术跟专利是他的 他要成他的执行 他的资格条件 他的输出许可 他的这个专利的这些技术 因为潜见是可能每个国家的国防机密 他必须要有输出的许可 他必须要呈现这一些 让我们来评选 也就是台船没有机密给他 而是他要把他公司的机密告诉我们 我有什么样的专业能力 可以来帮助你设计这艘潜见 所以基本上 黄曙光讲的那个话就是一个颠倒过来的 如果这一家厂商他没有做到中华民国的生意 他当然可以拿他的技术去做别的国家的生意 所以这个不叫泄密 因为他没有拿到我们的表演 他就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只知道我们要做这个设计潜见而已 再来 这个 黄曙光到现在讲了很多话 他后面又改口了 但是我们拿他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不用到立法院备巡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邱国正到立法院备巡 但是邱国正管不到潜见国造案 而黄曙光他拿着国安会咨询委员的这个高位 领着部长级的薪水 我告诉大家黄曙光的薪水 跟国防部长的薪水是一样的 国安会咨询委员的薪水 就是部长级的薪水 但是他却不用到立法院备巡 也就是说他今天在外面所有讲的这些话 讲完以后躲到总统府里面 躲到蔡英文旁边 立法委员完全没有办法咨询他 好 来问汉庭 首先要先澄清 就是所谓48天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不那么确实 为什么呢 因为GL公司它其实是 2017年6月注册在英属的植布罗陀 8月还在eurojob上面 求职网公开招募前见相关的工程师 2018年的1月才中标成为台船的顾问 所以不是48天 是什么 是半年 半年成立然后就能够接到案子 其实你一听也觉得 这是一个东拼西凑起来的公司 所以2018年就有美国的官员爆料 认为GL没有能力设计 也没有办法取得制造前见的设备输出许可 更可能聘请不到相关人才 骗局一场 2018年美国的人如此质疑 那为什么最后会得标呢 因为GL在台湾的代理商 新华河公司背后的人就是郭喜 可是签约完了之后 郭喜就抱怨了 直接痛批GL是诈骗集团 所以郭喜不愿意再跟GL公司合作 就找了韩国的SI公司合作 可是从录音档里面揭露出来 郭喜在里面嚣张至极 遗址气死 他甚至说 只要没有透过我 对吧 你们背叛我 甩掉我的话 少天王老子来 你们也拿不到钱 再专业的团队都没用 柳厂长看都不看 所以请问 为什么我们的钱建国造的案件 竟然是以郭喜为核心 而不是以专业的团队为核心呢 而且郭喜竟然还要 我们要搞个公司 这个公司谁来当老板呢 那个韩国顾问就问 是郭喜当老板吗 郭喜说不是 就由你翻译 翻译小强来当我们的林谷董事长吧 你翻译内心大喊 关我啥事 我就是来搞个翻译 怎么会搞出这种事情呢 好 而且郭喜竟然还 大摇大摆的直接讲说 这个有140亿的预算 接下来都是我们的 请问这个所谓的我们到底是谁 凭啥他一个郭喜小老百姓 能够知道这么多的预算细节呢 而且在所有的录音当中 郭喜也好 柳厂长也好 都说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机密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 我们碰面再说 最后表示什么 表示真正在泄密的 其实是郭喜跟柳厂长 不过如果我们翻开法律条文来看 实际上就我们的军事机密的一些相关保护的话 是什么 是富有公务机关职责的 有权责的人 他才会犯有所谓的泄漏机密的问题 所以郭喜其实没有 但是柳厂长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厂长 他现在是具有身份的 那么再一个层次更严重了 是什么呢 就是没想到 SI公司得标之后 那么有一次他就去见了柳厂长 柳厂长就问他说 你们SI公司到底现在找的人 有没有专业 靠不靠谱 SI公司的翻译直接回答 他说 第一 当初为了争取合约 所提出的建议书内容 全数造假 二 所有来的人员资历 也都是造假 哇靠 拿到了合约就说出大实话 就我SI公司干嘛 就是骗你的 我当初跟你说 我做这做那 我多厉害 我多专业 实际上都是为了拿到合约 骗你的 所以现在两种状况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军方 其实都只是单纯的傻子 被骗了 就花了钱给诈骗集团 那我们的潜见可能造得不好 进度严重落后 但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其实不是骗子 其实是什么 是有人要蓄意的从中牟利 有人刻意的想要从中捞钱 那么这些事情 当然应该要说清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